反辐射导弹又被称为反雷达导弹 是指利用敌方雷达的电磁辐射进行导引 从而摧毁敌方雷达及其载体的导弹 在电子对抗中 它是对雷达硬杀伤最有效的武器 现役的地空反辐射导弹 通常用于攻击选定的目标 而今天就为各位带来现今 射程最远的三款反辐射导弹 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TOP3 天剑2A型反辐射导弹 该型导弹是由台湾中科院研制 是天剑2型导弹的反辐射型号 根据台湾官方公布的数据 天剑2A型整体弹长3.593米 弹体直径0.19米 弹重184公斤 弹头装有22公斤的炸药 采用了HE高爆破片式 其导引头采用了被动式雷达反辐射归向 被动式雷达探测距离大约为92公里 最大有效射程可以达100到150公里 极限速度可以达到6马赫 可以说是现今最快的反辐射导弹 其作战定位与AGM-88导弹类似 TCRA虽然射程和杀伤力是不如AGM-88 但却拥有着更高的突防速度 而且台湾军方考虑到 天剑2A型导弹在性能上 已经与美国的AGM-88相近了 但其造价却比后者一枚造价 动辄上亿要便宜 再加上较小的体积和重量 也让在台部署更为灵活 与一般的天剑2导弹相比 它有较强的抗干扰和隐形能力 早在2014年初 台湾空军就曾透露 专门攻击对方雷达战 瞄准雷达回波的天剑2A反辐射导弹 已经试射成功 未来将配属在响展性能提升后的 金国号战机上 一架飞机能够挂载四枚天剑2A导弹 Top2 AGM-88G 使用反辐射导弹 该导弹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的 AGM-88哈姆系列反辐射导弹的最新型号 也是美国海军主要的装备的 AGM-88E型导弹的增程型号 而作为AGM-88E型导弹的增程型号 虽然美方未对外透露 AGM-88G型导弹的详细性能参数 但根据外媒猜测 其射程可能会是 AGM-88E型导弹的两倍左右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AGM-88G型导弹的射程至少超过了220公里 而这对于一款反辐射导弹来说 已经相当恐怖了 根据美方公开的资料显示 与AGM-88E型导弹相比 AGM-88G型导弹在很多方面是有明显的改进 首先在外形与启动布局方面 AGM-88G型导弹长4.1米 直径0.3米 重467公斤 较AGM-88E型导弹长度略短 弹体直径略大 不过在射击目的上 AGM-88G增程型先进反辐射导弹 和早期的AGM-88系列反辐射导弹一样 都是为了寻找并且摧毁辐射目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雷达 这些导弹大多数用于与地面雷达系统的对抗作战 通常在冲突早期使用 在几方战机和导弹发动打击之前 压制和摧毁敌军的防空系统 为了实现打击效果 AGM-88G导弹采用了多模式制导套件 配备了GPS辅助惯性导航系统 以及一个毫米波雷达 即使目标停止发射辐射信号 或者是进行移动 导弹也能够捕捉到目标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雷达杀手 在组成部分方面 AGM-88E导弹从前到后 依次为制导部 模块化载荷部 控制部和推进部 而AGM-88G型导弹 将制导部和控制部 融合组成弹体前部 将载荷部与推进部整合为后部 再者就是作战性能方面 AGM-88G型导弹 前部增加热防护材料和绝缘整流罩 采用新型紧凑式的载荷部 新型固体火箭发动机 和尾部控制驱动系统 大幅度地提升了制导和控制有效性 杀伤能力 射程和机动性 而且与以往的AGM-88系列导弹不同的是 AGM-88G型导弹 是一款超音速空射战术导弹系统 其主要用于压制敌陆基海基防空系统作战 该系列导弹 由前沿部署的空中运载平台投放 通过态势信息锁定 并且攻击敌方雷达系统 干扰系统和无线电通信系统等目标 对敌致盲并瘫痪其通信能力 尤其在面对区域拒止和反介入威胁情况下 用于远距离探测和攻击敌方防空系统 确保己方在军事冲突中掌握制空权 而作为一款反辐射导弹 台湾方面也曾经列预算购买 早在2017年台湾媒体便曾报道 美国国防部当时批准了一份合同 允许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在既有军售案基础下 改售台湾的AGM-88E空对地反辐射导弹 以此提升台湾F-16战机 对雷达系统的压制能力 而这份合约中的AGM-88E导弹 一共有50枚 总金额约为38.5亿新台币 并预计是在2022年9月30号完成 TOP-1 KH-31P反辐射导弹 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数据 此型反辐射导弹弹体全长4.7米 弹径0.36米 翼展0.8米 弹体全重599公斤 战斗部装填了87公斤的高爆炸药 其改进型的P-2延长了弹身 极限飞行速度可以达到3.5马赫 最远射程为240公里 如果在低空条件下的话 可以攻击100公里以外的空中目标 该型反辐射导弹是俄罗斯最新开发的 新一代反辐射导弹 是一款主要用于打击敌方预警机和雷达战的武器 此型导弹采用了被动辐射导引头 另外还配备有惯性导航系统 安装有一体化冲压喷气发动机和常规火箭发动机 以此规避了常规推进导弹的一些缺点 可以由俄罗斯空军装备的苏系列战机 和米格-29战斗机装备 其空射型的KH-31P性能极为强大 甚至让美国波音公司都心动到 购买这型导弹的反舰版本拿来当靶弹 不过后来没有交付多少 在设计上 此型导弹配置了四个冲压式发动机 采用了弹翼位于尾部 仅靠控制垛面方式的气动外形布局 占导弹全部长度的三分之二左右 此型设计可以让导弹达到实际的负载 随后展开高速蛇行机动 以此规避敌方近防炮和防空导弹的拦截 在飞行过程中 导弹发射会先启动火箭发动机 在随后的速度达到1.88马赫时 随即启动冲压发动机 将导弹加速到3马赫的巡航速度冲向敌人 不过由于KH-31P反辐射导弹的导引头 采用了较为原始的前苏联研制的L111E导引头 所以在收到电子干扰的情况下容易打偏 但是L111E导引头带宽很高 具备探测绝大多数北约雷达甚至包括爱国者的MPQ-53相控阵火控雷达的探测能力 其最新改进型采用了新型复合导引头 以此达到增强抗电子干扰能力的需求 后来为了有效对付各种空中目标 KH-31P反辐射导弹除了具有对付预警机的导引头外 还配备了一种用于攻击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ANMPQ-53相控阵雷达在内的地基雷达的导引头 而且KH-31P在装上了改进型的导引头后还可以作为反舰导弹使用 至于为什么不讲欧洲的反辐射导弹 是因为欧洲已经没有了自己研发的反辐射导弹 早在2013年英国皇家空军就已经将BAE系统MBDA公司生产研制的空射反辐射导弹退役了 至于ALARM的最后一次参战 就是在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开展的联合保护者行动中 实至今至欧洲仅存的反辐射导弹 就是德国和意大利空军使用的AGM-88系列反辐射导弹了 那么大家认为台湾天舰2A型和美国的AGM-88G型哪个更强呢 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系列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 我们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